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沙维玛的牛羊肉混搭 感觉挺特别的 今天阿拉伯时代开始 有大概差不多三百...多少 三百二十九年 没有写 一直到巴基米 他们今天睡在中间 吃饭 但同时呢 又在这个对比的资料 最主要的就是在吃饭之前呢 陈述有为我们上了一个 上了什么埃及的历史 然后马上拿出书来对照 我们希望可以抖出的时间 那其实这段历史真的是很复杂 之后呢才跟观众们要好好的分享 说到历史 埃及的历史真的是一部复杂的群民宿 透过国籍与景点的历史景观 可以加深大家对于历史的记忆 而接下来可以要带大家去的 是埃及第一座清真寺 阿兹哈尔清真寺 它是建于一千多年前的 法蒂玛王朝时期 有几个小小的规定 这是女孩子要戴上口径 那男孩子要脱鞋 当然女孩子还是得脱鞋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了 这种艺术也是那个 马蒂玛王朝的那时候的艺术 然后请看上面 左边和右边有两个小窗 然后上面也有两个原型 是三个啊 对 是三个 一个在中间 右边和左边 一般右边和左边写的都是 阿兹是独一无二 然后左边是穆塔玛德 是我们的先知 是真主的使者和先知 有新尼西班教都必须新 这两句话 OK 了解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进到这个清真寺了 虽然这个颜色好像比较单一 但是其实它旁边这些雕花 或怎么样还是做得还蛮精致的 对啊 后边的这个是一个学校 对 其他那边也有很多的那个 图书馆 长得像图书馆 图书馆馆藏许多伊斯兰经典 论文 阿拉伯文书籍 提供给清真寺附属大学的学生 参考用 而清真寺四周的回廊 有着来自各地的不同年龄的学子 在此研读经典 我们找到几位亚洲面孔的学生 来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 吸引他们来此求学 阿扎哈尔大学呢 它不仅是当地人念的大学 也有很多外国人 外国朋友来到这边念大学 像是我眼前这一群呢 明显的看起来就不太像是埃及人 他们好像是印度尼西亚人 印度尼西亚人 然后印度尼西亚的英文可以沟通 Tom 这一段呢交给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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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那个唐山上 他也是到了这个地方去取经 去那边学这个佛教 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他可能就是认为 在埃及这边 他的这个可兰经 他伊斯兰的这个教义是最正宗的 所以他们就千领迢迢来到这边去学习 我觉得有那种感觉吧 对啊 温暖的阳光 静音的氛围 淡淡传来的诵经声 让这个空间里有着无与伦比的伊斯兰魅力 这就是阿拉伯世界里有名的阿兹哈尔清真寺 而阿兹哈尔清真寺对面的区域 是观光客聚集有名的哈利利市集 这里贩售着各式各样的旅游纪念品 手工艺品 由于死人城的行程一直未定 我们在逛了续集一下后 便决定回车上与向导司机商讨 进入死人城的行程 却因为安全性问题一直得不到供需 我可以拍到一些陵幕 然后让我们感觉一下 他只是走到这个地方 他会知道如何 看他们的团队 在这里的团队里面 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团队 他们会在团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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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那个房子 那些团队里面 我不能进去 那些团队里面 就是在团队里面 那些团队里面 看不到 那些团队里面 那些团队里面 回饭店路上 黃岛不断 与陈述司机沟通 在我们感性的劝说下 陈述同意 带我们到他认为 比较安全的死人城外围区域看看 到了吗 到了 前面就是死人城 死人城 所以我们现在眼前看到 这个都是陵墓吗 陵墓 都是陵墓 就是很早以前 就是从门路库 门路库 门路库库 还有以后 武汉摩达里 武汉摩达里的后代 儿子 一直到现在 是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讨论这整个过程 我觉得陈述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向导 因为他不会说 我们要求到哪边 他就直接把我们随随便便的 就丢到这个折承里面 不管我们整个安全的问题 他是苦口婆心 劝诫我们说 这里面真的会有一些治安问题 不见得说这里面 他会偷款墙片还是怎么样 只是说 有外 有那种外国来的 陌生人 对 有外国人来访 他们会不知所措 会觉得不知道你们来这边干嘛 或许呢 在这之间会产生一些误会 目标的一些纠纷 所以我们就想说 先来看看这整个的氛围 怎么样的感觉 然后到时候再讨论一下 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到里头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这个死人城大概多大 这边 大概有四公里 四公里 四公里 然后岭墓里面也有人住 就是警卫有时候也在岭墓里面住 就是那些守护人 对 还有一些就是很凶的人 没有地方住 是 还有他们就住 就是很早以前的一些国王 和一些穆罕大利的后代 他们就 你说这个很久很久 所以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发 大概就是六百年之前 六百年之前 哇 所以他你跟我谈一谈 他这个岭墓的一个建筑 有什么样的特色 值得让我们去看的 请看上面那个门口 门口是圆形的人 然后是剪的 是不是 阿拉伯间 对 这种艺术是属于蒙鲁克王朝的艺术 好 那么请看上面就是 有很多的这个形状 一个一个的 对一个一个的 这个也是为了装饰 来到这区都还OK吗 就在这边 还可以 还可以 不是非常的OK 不是非常的OK 那不过目前看到 我们是没有看到什么人了 刚刚是有看到有一个人 在远远的这样走过去 那不过 基本上 一般这里都是小路 还有不同什么的 就是小路 所以在大陆上是还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死人区 他这边 他还有灯 还有这个路灯 对 那我想应该是还算安全了 里面也有人住 好冷喔 里面有人住 没有啦 因为今天晚上太阳下山了 就稍微变天了 不是因为来到这边才变冷的 其实来这边 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对 很舒服很安静 它同样就是一个 真的吗 很像是一个住宅区 对 然后充满了这种 伊斯兰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短暂的探访 气氛却异常的紧张诡异 我想可能是向导说的安全性考量 让大伙的心情都揪着 入夜后天色渐暗 我们只能期待 明天再找机会来 为了缓和大家情绪 陈述带着大家来欣赏 苏菲教派的旋转舞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我记得了 我记得在家里整个小 Vu pes We need a new job My Awesome thing It is a new job I'm an asshole 今次去,走 進來 可以,來看 這個感覺很棒耶 哇 你看一下 金字塔耶 大陽台而且有金字塔 哇 那個風好舒服 視座看得很清楚啊 有人誰那麼貼心幫我們打燈 那現在可以出來看 這陽台真的是挺大的 而且呢 太陽下了山之後 天氣變得非常的涼爽 你也可以看到金字塔 很享受 我想明早陽台的景觀 一定很無敵吧 隔天一早果然大火都捨不得多睡 早早就起床拍攝或欣賞美景 大家早 現在觀眾朋友一定很羨慕喔 這一刻 怎麼說呢 這一早醒來 映如眼簾的啊 就是眼前幾座的金字塔 這種感覺呢 真的很棒 現在大概是早上7點鐘左右的時間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來到這邊 天黑了嘛 所以呢 開不到金字塔 不過呢 今天早 這個一大早天氣還不錯 一大早天氣還不錯 所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一邊欣賞著美景 小慧邊聯繫向導陳述 我們決定再探死人城 我們現在要前往死人城 所以其實滿車的人啊 我們的團員們啊 是滿期待的 為什麼期待 因為其實之前呢 我們一直坐下去嘛 甚至想要在那邊住上一個晚上 然後不管是這個司機 我們的向導 不斷地勸阻 試圖地阻止我們啊 去住這個地方 或者甚至進入這樣的地方 因為當然 唯一的考量就是 會有這個安全的問題 對 治安狀況 其實死人城啊 它是我們這一趟的一個 滿重要的一個行程 確實我們也很想要去了解 這個地方的居民 在那邊居住的一個環境 其實沒有進來前啊 這個想像的那樣 雖然呢 是有那麼一點點荒涼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啊 居住在裡頭 而且可以看到他們在裡面 從事的各種的生意 死人城位於開羅舊城區裡 這處佔地約二十七座 達安森林公園大的貴族墓園 距今已有六七百年歷史 裡頭住著許多守墓人 後來成了窮人 聚聚的地方 人多後漸漸也有商店 清真寺、續集等等 死人與活人共存的氣氛 是我們進入想探究 與感受的重點 OK 好 那我們現在下車 錢和正規的東西放在車上 好嗎 好 OK 第三就不要走很遠 好嗎 剛下車前呢 天使的就是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 好 這是當地的居民 要跟我們拍照 OK好 第一個呢 下車不要落單 人盡量聚在一塊 再來就是把貴族的東西 放在車上 由司機幫我們看管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要正式展開了這個死人城 的 案子 好 我們就希望可以找到 一戶人家 然後可以繼續的接觸 去做訪問 瞭解他們這邊生活的概況 欸 前面有空車 實際上走進這個死人城之後 尤其下了車 這感覺跟進來之前的這種心情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進來前嘛 總是會自己嚇自己 總覺得裡面好像會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來之後 反正這邊充滿了人氣 我們看到上面有一個石碑 裡面有一些文字 對 這就是阿拉伯語 就阿拉伯語文字的一種 就是以什麼阿拉之名 阿拉之名開始 開始 OK 透過陳述的簡說 我們了解埃及人墓葬的形式與規矩 但這樣並未能讓我們死心 我們沿路探尋有守墓人的陵墓 希望可以進入探訪 但由於之前才有記者 在此發生誤會的事故 使得死人城的住民們 在心裡上多做防備 所以陳叔建議我們不要太深入 好 我們現在看到有住在這邊的人家 然後我們試圖的溝通看看 能不能採訪 可以嗎 Assalamu alaykum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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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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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吧 沒關係 不過我們沒看到確實有人就住在這邊 在這邊生活 然後有自己的房子 而且還有一些小朋友挺可愛的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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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條大街上 詢問了幾戶住家 都碰了釘子 但的的確確發現 有人就生活在這片區域裡 無法深入的探訪 讓大夥都有些感慨與失落 其實我們剛剛逛了一圈 然後也看到林末 那也發現了幾戶人家是住在這邊啦 那我們很想要去近距離的去採訪他們 但是他們都委婉的拒絕了 那可能是之前有些發生了一些事件 有一些比較不愉快的事件 然後所以這造成了彼此之間有一些隔閡 真的是有點可惜 因為真的很想找一個方法在這邊住一個晚上 對 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當然感受並不是說感受他有多麼恐怖 而是想要再 多了解一下 對 多了解 然後試著去體會他們住在這邊的感覺 那我們看到現在的導演 他們還把握最後的機會 想要多拍一些 這個死人城裡面的一個現況 對 差不多了 好 帶著些許的遺憾離開這邊 走 導演 那我們就上車了 好 走吧 我想或許正因為他們不為人虛 或許正因為他們隱匿在續集的角落 正因為如此 他才顯得神秘 而正因為神秘才讓人不可宣救 這裡是死人城 我們來到開羅探訪的第一個神秘檔案 雖然沒能帶大家真正深入與體驗 但我想這樣也好 他將會繼續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繼續隱匿在世界的角落裡 延續他原來有的傳統與生命的一切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